我們攻讀神的話語約書雅記八章三十至三十五節 那時約書雅在以巴勞山上 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捉一座塔 是用沒有動過鐵器的 整石頭竹的 照著耶和華牧人摩西 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華 正如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 眾人在這壇上 給耶和華奉獻繁祭和平安祭 約書雅在那裡 當著以色列人面前 將摩西所寫的律法 抄寫在石頭上 以色列眾人 無論是本地人 是寄居的和長老官長並審判官 都站在約貴兩旁 在台耶和華約貴的祭司 在利美人面前 一半對著以巴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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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以色列民祝福 正如耶和華牧人摩西 先前所吩咐的 隨後 約書雅將律法上 祝福就在的華 照著律法書上 一切所寫的 都宣讀了一片 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話 約書雅在以色列傳會眾 和婦女、孩子 並他們中間 寄居的外人面前 沒有一句不酸獨的 願神祝福聆聽又實行 祂話語的 以下有張家齊牧師正道 題目是祝壇 大英主持人 早晨 還是說多聲 大英主持人 早晨 好 想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想起一句說話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有組織就沒有什麼 我經常想起這句說話 是不是真的有組織就沒有乞丐呢 讓你知道今天的結果的時候 你會不會改變你的行為 以至你今天 不會做乞丐 不會經歷到這些後悔的情況呢 我不是神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從我今天的結果 來推翻我以前做的一個決定 如果我在今天裡面 不按以前的決定 來做了另一個決定的時候 我會怎樣呢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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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二年 是在這裡信耶穌的 我自己 我自己要做裝備 怎樣去裝備呢 怎樣 整個過程我要做些什麼 除了等之外 我什麼都不知道 很感恩 不用等很久 突然間 就有另外一個牧師 一個教會的牧師 不是我們的教會 另外一個牧師 我是在短孫的時候認識他的 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家齊 我要去三藩市 去牧會 我想介紹你去三藩市 的一間神學院讀書 我都不懂得驚訝 亦都不覺得是什麼 亦都不覺得 這個是不是神大令 總之 有一個牧師跟我說 我有傻傻傻 你說好啊 亦都沒有想過 去開放直堂 去讀神學 我知道自己 是要裝備來讀神學 亦都不知道是多倫多 亦都沒有人幫我 在這裡怎樣去找一間神學院 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就去申請了 在沙凡市的一間神學院 去讀神學 現在回想起 其實都 挺奇怪的 想想一個初信主 幾年的弟兄 去讀神學 我報名的時候 申請表那裡寫著什麼呢 這間神學院 全部都是讀神學院 我選擇 我亦都不知道 哪一個科學 哪一個項目 認識我的 我都適合我 我全部都沒有一個概念 沒有一個想法 我就選擇了 Master of Divinity 就是 道學的碩士 我想一下 如果我現在知道 道學的碩士 碩士這個銜頭 我絕對不會申請 自己學士 聖經的基礎都不夠 然後就去讀道學的碩士 我也不知道 那個道學 裡面的學習的課程 什麼都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時候 我稍微意識到這個碩士的時候 我一定會推過牧士 我現在會留在多倫多 讀一間多倫多神學院的學士 對不對 跳了一級 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去了三藩人士讀道學的碩士 長話短說 在道學碩士裡面 在最後一年 那時候我院長 趁我畢業前就跟我說 喂 家齊 在南非 有個教會 他在當地的孫教士 即是木會的孫教士 他就安息主環 你畢業吧 不如你去南非吧 他也沒有想 他孫教的情況是怎樣 只是知道自己跟神說 神你叫我去哪裡 我就去哪裡 你要我做什麼 就去做什麼 院長來跟我說的時候 正直帶我去三藩人士的那個牧師 他就要去美國另外一個州 來到牧會 他叫聖經教士 他就叫我想做語堂的助理 即是一個助理的牧師 就是在兩難之間 但是我自己的心都知道是要做宣教師 當然我就是 答應了一個院長 所以我就去宣教 去到南非的時候 去到那間教會 我自己剛剛畢業 自己的信仰都很green 讀神學院只不過是吸收知識 我在那個服侍的層面裡面 是沒有的 即是就算我在三藩人士的教會實習裡面 也沒有安排我去大小組 也沒有安排我去大查經 也沒有安排我去廣道 只是幾、三年裡面 我自己以我的印象記憶裡面 我真的講過一次 我的得救見證 就是這麼多了 我那個侍奉的經驗 神學院畢業 演章叫你去南非 他就是完全是很green的一個人 就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一個人 就去了南非 去到南非的時候 哇 我發現這間教會是很特別的 沒多久 有一個弟兄想認識我 就請我出去吃飯 那天我其實是準時到的 他早到 早到的時候 那張桌上一瓶紅酒一瓶白酒 牧師你先喝哪瓶 我說我不喝酒 然後沒多久 有個家庭 就請我和教會的弟兄姊妹 去她家裡外賢 她家裡有很大的花園 我進去的時候 看到很多教會的弟兄姊妹 不過坐在幾台打麻將 即是有幾台弟兄姊妹在那裡打麻將 牧師對不對 戒掉了 沒多久就去探訪一個教會的執事 開了超級市場 去到的時候 看到她買些鹽寶蠟燭香 那當然是跟她說 這些神奇異 為什麼要買這些 牧師你不知道 我不買這些 他買的時候 那些人不只是買鹽寶蠟燭香 順便在那裡買米 買菜 那她就不會來光顧我買這些 我想一下 我自己是不是入錯黑社會 因為他們經常說 牧師你來到 這個就是黑社會 因為南非是黑人的社會 沒有感恩 其實神 他在南非中 他突然感動一對 在南非的牧師 就是退幼了 八十多歲 德徒方教育 是一個白人的牧師 一對夫婦 走來敲我門 就說 歡迎你來 來幫我們做一些 環教會的牧師 我們很歡迎你 不如這樣吧 我們每個星期三 你都來我一起吃午餐 然後 一起祈禱 一起分享事工 他就做了我的指導 我想回整個過程的裏面 是起源於我一句說話 我跟神說 你叫我去哪裡 我就去哪裡 你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整個過程的裏面 如果大家去看的時候 我是一個無助的 就是一個無知的 完全又踏出第一步 我只能夠做的事 就是純讀 所有的事都是安排 那個牧師叫我去三分市的 我相信他沒有問過我 之前的牧者 如果問我之前的牧者 那個牧者也可能跟他說 你等等 你先祈禱一下吧 我相信如果 我看到那個application form 我能夠明白到什麼叫做碩士 我應該去讀學士的時候 我會考慮 我會留在多倫多 我相信 如果我不去這間神學院的時候 我絕對不可能去南非 Who am I 剛剛那個神學院畢業的信主 以及讀神學 都是五、六年的一個弟兄 或者一個傳道 誰會找你去南非呢 所以整個過程的裏面 我很肯定 我很肯定 是神 祂自己去當中 來帶領 去工作 問題就是 如果 這位牧者跟我說 張家齊 我去三藩市牧會 我來介紹你去三藩市 一間神學院讀書 如果 如果 我在那個 時刻 我清醒的 我看清楚那個application form 我了解到什麼叫做碩士 我應該去讀學士的時候 我肯定會說碩士 如果我說碩士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今天怎麼樣 我不知道 今天我會不會 因為這樣的決定 我會留在多倫多 我會在多倫多 我會在多倫多目會 我不知道 但我很肯定 一件事 今天 我目前 我生命裏面 所得到神 透過這二十幾年 因為我去宣教 因為我的目會 因為我的事奉的時候 他 無造了我的生命 在這二十幾年的裡面 好像是我 來去服侍神 其實這二十幾年的裡面 神藉著這些 就是服侍 來改變我 讓我今天 有這個生命 所以當我看到今天 今天這幾節經文的時候 如果我們 知道 我們在這裡 有組織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一定會 就是能夠改變我們的決定呢 我們明知道前面的陷阱 明知道前面的路 在奏作的路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會 來避開奏作的路 走一條蒙福的道路呢 當我們看到今天 就是這幾節的經文裡面 有很多奇奇怪的地方 第一件事 就是約束亞帶領以色列人 他去加南地 是不是 神給這個加南地去 那已經 第六章已經說到 他拿爺利哥城 攻陷了爺利哥城 第八章又說到 他拿了艾城 是不是 如果我們看地圖的時候 底下橙色的那條線 就是爺利哥 艾城 按正常人的思想 當然是一鼓作氣 成勝追擊 是吧 你不會說 這個時候 就是做其他的事情 然後 我之前再往西 再去欺騙 再去打其他的城 但偏偏這個時候 約束亞帶領一群以色列的人 北上藍色那條線 去到士劍 去到以巴路山 來去祝壇 為什麼 就是要來去祝壇呢 祝壇對他們入加南 去將來加南 居住對這群以色列人 有什麼這麼重大的決定 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以致他們放棄了 如果暫時我都不去打其他的城市 我上去 你都去為耶和華祝壇 很肯定祝壇這件事情 是比任何的事情來得更加重要 如果按照我們常人來看的時候 一定是趁著這個機會 人強馬葬 來到士氣激昂的時候 哇 神幫助我們打贏耶利哥 幫助我們打贏艾城 照計就會繼續來到往西 拿去其他城市 偏偏就在這個時間去祝壇 所以很多時候 不是很多時候 有些聖經的學者 他將這幾節的經文 就是約束下第八章30到35節 他不認為放在這裡 他認為放在約束下第五章 他們沒有去打贏耶利哥城之前的事情 或者第九章第二節之後的事情 不應該安排在第八章30到35節 因為他們從一個正常人的看法來看的時候 這是不合理的 不合邏輯的 但是 往往 神要做的事情 不是用我們人認為合乎邏輯的方法 所以 我們大家會看的就是 以色列人 約束下他們 他知道 打贏 現在的中文越來越差 打贏 打贏 加南 要拿到加南地所有的英俱地的時候 不只是靠自己的兵力 馬力 因為我們知道這幫以色列人 他們的背景 他原本四百年在阿吉做奴隸 做了奴隸出來 因為不信耶穌 不信神 因為不信神 去到十二個探子 有十個說 那邊的加南人 好像巨人 我們好像炸眼 一腳踩死我們 不能打的 沒有信心 所以神就讓這些對神沒有信心的 在抗野流浪 就是 漂流四十年 讓那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 去拿這個加南地 所以進入這幫加南地的以色列人 他們都是沒有什麼戰鬥能力的人 你想想這四十年 在抗野的裡面日夜漂流 就是過了一些帳篷的生活 不像那些加南人 神高神大 空塵惡殺 然後他們是養尊儲有 所以這場戰爭的裡面 是一個不對稱的戰爭 就算你以色列人 真是一股作氣 成勝追擊 再去打的時候 沒有神的幫助 不要說以後 你耶利哥和艾成 都沒有可能打贏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祝壇就祝壇 你去艾成都可以 要不要上到那麼遠 去到士劍 那裡有三十幾公里 有男女老友 一群以色列人一起去那個地方 為什麼那麼勞斯還動眾呢 對嗎? 你要祝壇 你就在艾成 祝完壇 做完你要做的事 你就繼續去爭戰 為什麼要去到以巴露山 去到士劍這個地方呢? 當然了 那是有原因的 第一 這是神的吩咐 如果我們看《生命記》二十七章 他們說到 其實摩西 一早吩咐這群以色列人 你們去到過了一個彈河 過了一個彈河的時候 你們就要去以巴露山 不是以巴露山 在那裡捉一個壇 第二 為什麼要去以巴露山呢?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生命記》 《創世記》十二章 他們說到 神 就是叫阿伯拉罕 他離開本族本鄉 是不是? 去到 迦南去到神 給他們應他們 即是 去離開 但是摩西走到迦南 走到士劍這個地方 那耶和華就在這個地方 跟阿伯拉罕 跟阿伯拉罕的顯現 那耶和華跟阿伯拉罕說 我將加南這個地方 來賜給你們的後裔 那阿伯拉罕聽耶和華這樣說 他們立即捉一個壇 那捉壇是什麼意思呢? 捉壇 就是阿伯拉罕表示 這塊地是耶和華賜給我的 捉壇是表示 這個壇是來去敬拜耶和華 耶和華是他的神 捉壇 另外一個意思呢 就是他在壇 將他的祭生來燒過 來奉獻 來給耶和華 代表他傳言的奉獻 在這個地方居住的時候 他完全來依靠神 所以我們看到聖經在創世紀裡面 阿伯拉罕去到哪個地方呢? 他都在祭壇 所以 基於這個情況 約書雅 帶領一班耶和華人 當他們去 繼續去 這些加南地的城市的時候 他們首先去祭壇 祭壇 他們要用一些未作過的石頭 即是未挑剋過 未被人用過 或者是 總之沒有來做過任何的事情 是完全的 來分別出來奉獻給神 第一 第二 這個壇 約書雅 和以色列人獻兩個祭 一個就是平安祭 一個就是凡祭 平安祭 就是為了表示感恩 感謝神 來幫助他們 來幫助他們 喊成也好 耶利哥成也好 神幫助他們 打贏這些章 另外 凡祭就表示 他將祭生在壇上 完全的來消過奉獻給上帝 即是代表他完全的奉獻 這個加南地是神給我的 我們這班 就是藥書雅和一班以色列人 他們完全的來信靠信任耶和華 我自己在恩典堂 我九二年來恩典堂 有些和我一齊 九二年的弟兄姊妹就知道 我們那時候來的時候 我們在法務士人 French一間學校聚會 不要自己打得那麼舒服 早上聚會的時候 我們要擔椅 要設置那些喇叭 音響 很多東西 大家都很開心 那時候教會 我算是高齡 那時候三十多歲 算是高齡 因為大部分都是中學生 或者大學生 十幾二十歲 即是全個教會裡面 大部分的會眾 是學生來的 因為我們是 從下落 我不記得有十幾個Family 還是二十幾個Family 是上來多人多 來到直堂 在這裡直堂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接觸到很多 這裡讀書的學生 我在這裡當中的時候 很感恩 我們從 在法務士人French一間學校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教會 買到這個堂紙 這個堂紙 我們要知道 當時大部分教會的 大英節目是讀書的 讀書就表示什麼 你這麼聰明 看錢看得這麼厲害 所以經濟的能力 就是在哪裡 就是在十幾二十個Family裡面 所以 那時候 我還記得 這裡寫著什麼 神職目標 建堂目標 常費目標 是不是 好像恆生指數一樣 多少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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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 我們定的目標 都達到 是神 祂自己的 恩典 這裏叫做恩典福音堂 你進來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見證神自己的恩典 買回來的時候 是一個貨倉 骯髒 骯髒 就是 你不要想像 會變成像現在這樣 但是我們看到 就是我自己認識的 大英姊妹 有 她預備一筆錢買新車的 她不買 駕駛舊 把那筆錢奉獻 有學生十幾歲 讀中學的 我認識的 她分享了見證 她把媽媽送給她的金鏈 她來奉獻 我和一對很相熟的夫婦 她預備一筆錢買新家具 我都是為了教會 用回舊家具 來把買新家具的錢來奉獻 所以今天我們坐在這裡 這麼舒服來敬拜的時候 我們是見證 神他自己的恩典 是上帝 是神 將一個貨倉 來變成他自己的一家 所以 當 我們 看回今天在恩典堂的時候 不是單單給弟兄姊妹來敬拜 而是奉獻到 給其他這裡社區的人來用 有Footbank 有大運論場 可以給社區的人來打球 有一些福音機構可以來用 也有書點來用 整個的 我們現在聚會的 整個的堂子 都奉獻 來給神用 接下來我們有新的牧者 接下來 我相信 我也很期待 明年 新的一年 新的牧者 很多的更新 不是新觀上任山百火 而是 有一種新的氣象 一個更新的機會來出現 我相信 神 過往三十幾年如何祝福恩典堂 我也相信 將來的 不知幾多年 神的不斷 不斷地來祝福恩典堂 在恩典堂裡面 除了我 能夠做了宣教士 和牧師之外 我知道 在這間教會裡面 有弟兄 有好幾位弟兄 出來做牧師 也有好幾位的弟兄 做一些無名的宣教士 甚至他們的下一代 來做宣教士 所以當我們看到 你沒辦法想像的 就是 九零年還是九一年 我們從丹丹出來的時候 我九二年才到 這幾十年來 神在這裏 恩典堂 祂的作為 不是神自己的工作的話 根本沒有可能成就 從開始到現在 甚至到將來 我們所相信的神 是阿伯拉罕的神 是以撒的神 是雅各的神 也是不約恩典福音堂的神 祝壇 祝壇就讓我們知道 這間教會是屬於神 祝壇讓我們知道 我的生命是屬於神 祝壇讓我們知道 我們屬於神的時候 我們要完全地來信靠祂 以色列人去攻打這些加蘭地的時候 他們很清楚 因為如果你看約書下第五章的時候 在吉格紮營 約書下有一晚看到 有一個人在他面前 他就問他 你是幫敵人還是幫我 對不對? 那個人就說 不是 我又不是幫你 又不是幫地人 我是耶和華的願衰 就是耶和華 帶領 以班以色列淫入加蘭地 拿神給他們的嬰兒地 所以當他們來到使劍 來到祝壇 來奉獻祭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知道 在創世紀的時候 在他們的祖宗阿伯拉的時候 神已經應許把這個加蘭地 來到給他們 而今天他們來到加蘭地 來到神 應許給他們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很清楚明白 這個地方是屬於神的 是給他們的 讓他們可以居住的 所以祝壇 是提醒我們的生命 我們所一切 都是來自我們的神 祝壇 是提醒我們 我們來到要對神的恩典而有的回應 怎麼可以回應呢? 接著 我又看到 有時候我看到這些經歷 我覺得很難想像 把摩西的律法寫在石頭上 黑在石頭上 我們現在就算找個電鑽 找到什麼 黑也不知道怎麼黑 是吧? 大佬 你想想 我不知道他的律法 寫有多長有多短 有多少個字 但是如果根據生命記 他就叫到摩西 要雙石灰 才鋪在石頭上 然後他們挑黑 逐隻逐隻 摩西所說的 耶穆吩咐摩西的律法寫上去 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原本 這一群以色列人 在抗野 來到流浪的時候 他們只不過是一個社群 一個群體 他們在抗野裡面 最多埋怨的是什麼呢? 沒得吃 沒水喝 來埋怨神 是吧? 即是他們不會有其他的文化 不會有其他的宗教 來挑戰他們 對神的信心 但是今天 他們站在 事件 所看到的 加南的所有城市的地方 他們都是 不認識耶穫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行為 他們的道德 完全的 是誤討神喜悦的 神要這群以色列人 來到去拿加南地 最大的原因 因為住在加南地的人 最大惡極 神是透過以色列人來懲罰 這群加南人 你想像一下 一群鄉下子 去到大城市 看到花花的世界 五角十色 這裏有紅燈街 不是,紅燈區 那裏有什麼 總之呢 就這麼狡猾 好像很繁華 但是處處都是陷阱 本來很單純 只是一個的捨奪 大家都是以色列人 大家都是神的子民 最多就是賣院 吃的不好 住的不好 喝的不夠 沒有水喝 但是 當他們踏入去加南地的時候 生命將會面對一個巨大的挑戰 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你拿了別人的地方來住 別人的當地的文化 當地的信仰宗教 就是會成為你們這群以色列人的網絡 所以你進去之前 你要清楚知道 神的律法是什麼 講給你們聽 寫給你們看 宣讀了出來 每一個男女老友 所有的以色列人 無論你什麼身份地位 都要站著聽 聽清楚 神的律法是什麼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所以在以巴路山 六個支派就站在以巴路山 就是宣告神的就作 在基利深山 就有六個支派就是宣告神的祝福 祝福和奏作 是清清楚楚的 你順福、謹守遵行的 你就得到祝福 你如果是違背的 不聽的 你就得到奏作 兩條路 兩個選擇 清清楚楚 讀了出來 寫了出來 將來的結果 清不清楚 知不知道 有早知 神清清楚楚告訴你 你進去 我給你的地方 沒有馬拉斯 你吃當地的土產 你不會再做住帳篷了 你住屋 生活條件是提升 但是你要知道 你對神的信仰 對當地文化的吸引 你要知道 你的底線在哪裏 神 容許你做些什麽 神不喜悦你做些什麽事情 清楚的來和你宣告 有個選擇是祝福 有個選擇 是就座 你會怎麽選擇 想清楚 我想耶穌 我們有本聖經 聖經說了給我們聽 怎麽樣是一個蒙福的道路 是吧? 聖經同樣說給我們聽 怎麽一個 是我們不在神的恩典裏生活的時候 按著神自己的教導生活的時候 你就自己落入咒座裏面 很簡單的例子 你看看我們現在住的加拿大 你問問我們的老移民 三十多年前我們住在加拿大 你對加拿大的觀感是怎麽樣? 和現在比較一下 地方沒有什麽分別 舒適環境可能進步很多現在 人可能多了 繁榮了 但我們覺得 三十多年前我們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麽感覺 我覺得是天堂 或者女真好 就好像 彼得上山見到耶穌 登山變仗的時候 這女真好不捨得下山 覺得加拿大真的很好 真的好像天堂一樣 因為那時候那些政府的法律 他未必一定好像聖經的教導來定法律 但他不會違背聖經的教導來定法律 那時候的生活 是信任 Honest system 大家是誠信的 沒有人檢查你買不買巴士票的 沒有人檢查你乘地鐵的時候 有沒有買票的 可以夜不閉戶的 那當然不鼓勵你 我們也不會這樣做 不過你忘記關門也不用怕 大家和輪舍是很好關係的 今天跟不一樣呢 今天加拿大是否變了很多呢 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呢 你覺得加拿大今天好了還是比30年前 好了還是不好呢 不好的原因是哪裡呢 我相信 我們如果稍微留意加拿大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政府的政策的時候 很多的原因 因為你推行這些政策的時候 你是違背了神的教導 你違背神的教導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的道德價值觀 反轉了 做了神的不起悦的事情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治安差了 人的心是變壞了 不是上帝就助加拿大 是加拿大離開了上帝 你離開了上帝的恩典 生活就是這樣 變成一個就助 上帝已經將他自己的旨意 律法陳明在我們的面前 今天你和我沒有一個藉口 告訴上帝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 在我們每一個信耶穌的人的面前 只有兩條路 祝福 就助 神不可以代你選 神只告訴你那條路是怎樣走 選擇權 就是在你和我身上 正如 我開始的時候 當那個牧師問我 要不要去山壇寺的時候 這條一個公開的問題 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不同答案的裡面 會對我的生命有不同的影響 我不知道 說不的時候會怎樣 但是我知道我答應了的時候 我今天這個生命的時候 我已經很感人 我知道神自己在當中的工作 我知道神是賜福給我和我的家庭 我已經沒有在什麼遺憾的事情 弟兄姊妹 我們明知道 要不要固繁呢 我們現在有組織了 想不去做乞丐呢 這個責任不在上帝的裡面 你不要做乞丐的時候 跟上帝說 喂 怎樣啊 你說信了你又說給我有封聖 又說又有平安又喜樂 不是這樣的 信了這麼久都沒有這些事情 我有沒有信錯啊 你有沒有搞錯啊 為什麼你不聽我說啊 又不向我祈禱啊 又不祝福我啊 我們要問自己 這條路 是你選擇 還是上帝要你走的 上帝要你走的時候 你是怎樣回應上帝呢 祝福奏座 在我們的手上 我們看看以色列人的歷史 清不清楚啊 很清楚 從他們的祖宗 從阿伯拉罕 從摩西 一直到約書亞 他們現代的 現時的 清清楚楚 看到神自己的作為 在他們的 整個的 都不會說 我們看回以色列人的歷史裡面 從神呼召阿伯拉罕出來 有哪一件事 神應許的事情 神應許的事情 沒有落實 我們看回 《新約聖經》裡面 由大都夠厲害了吧 三年多成為耶穌的門徒 跟出跟進 聽他的教導 是吧 他可以選擇的 沒有人逼他的 但他選擇 一條出迷耶穌的路 那他的結局是甚麼 我們看回以色列人 清清楚楚 向你們陳明 我的律法 告訴你 你走這條路 純福緊守的 你是祝福 如果你們違背的 不守的 你們就坐 知不知道他們 清不清楚 你猜他們做甚麼決定 這幫以色列人 他選擇哪條路 是否真的有造之 沒有乞衣 還是明知都要去固反 寧願去做乞衣 我們看回以色列人的歷史 如果我們看回整卷舊約的裏面 你從《士師記》開始 你都會看見他們 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的偏行紀錄 故意地來得罪神 不是不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 他們就成為我們的尷尬 如果我們真是 我們信了耶穌 我們成為神的兒女的時候 我們不要輕看神給我們的戒命 因為如果我們得到 走這條蒙福的道路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去謹守 遵行神自己的戒命 我們一起祈禱 親主我們 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感謝讚美你 主啊 你不僅僅去拯救我們 救贖我們 把我們的罪射臉 讓我們成為你的兒女 你更加地 在我們的內 讓我們能夠 在你的內裡 讓我們能夠明白真理 讓我們能夠 知道神你自己的心意 知道你自己喜悅的事情 知道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失敗軟弱 得罪你 但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自己對我們不離不捨的愛 你愛我們到底 照我們回轉 走一條你喜悅的道路的時候 神啊 你是要繼續的 你也是賜福給我們 帶領我們 神啊我們靠你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跌落陷阱的時候 我們軟弱跌的時候 你用你的慈性愛索 來把我們幻沒 讓我們走在你的道路裡 讓我們不單止自己蒙福 讓我們都能夠成為一個 賜福的人 被你自己使用 我們都是感謝讚美你 聽我們的討告 討告是奉主耶穌基督 得性的命之而祈求 阿姆